-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呢,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不止一样,而是三样的中华美食 我们准备了一堆紫卡呢,就是写着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料理在上面 所以我现在说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就是这些紫卡啦 所以这些紫卡呢,全面就是写着各式各样的中华料理 例如这个,鱼锅盖 冬菇肉啦 羊粥炒饭 哦,这个是Artica最爱 手饰包餐 对不起 这个我真的是不爱 秘制叉烧 每一张食材呢,后面都是有写着它的制作方式啦 你们看地府这个 公包鸡丁 对啊,后面就是写着了它的制作方式在这里啦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跟着这边的制作方式去制作 就可以还原真正的中华美食 真的啊 正宗 绝对正宗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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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今天的挑战呢,就是设下规则啦 我们限定自己就是在两个小时内呢,要完成这三样菜的挑战 所以两个小时没有做完的话,就是我们的挑战 不乖的 对不起中华美食 我们先会一人做一道的菜先 所以呢 我们一人抽一张啦 BOOOOO OK,我决定了 来,你拿到什么? 吃什么? 炒饭 炒饭 羊粥炒饭 羊粥炒饭是什么? 我们跟着这边这样煮应该可以啦 OK啦,炒饭就对啦 来,到我了 这什么? 咖哩鱼蛋 刚才我们讲三道菜嘛 我们现在就是要抽第三道菜 因为第三道菜我们就是打算送给神秘人士的 神秘人士 神秘人 到最后再揭晓给你们看是谁 你要看到最后啊 可能我们在一半的时候就会讲一点点那个品牌 OK,所以我抽啊 我的神秘都比较厉害 不要太难了 堂酷白骨水啦 所以在我们开始煮之前 请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神秘人士就出现了 小铃铛的时候 废话不多说又要下雨了 所以我们要快点去完成我们的三道料理啦 先开煮 哦 啊 不 OK 这是我凉豆炒饭的料啦 好,这个葱 四季豆 然后这是隔夜饭啦 刚好昨天吃过完的饭 夹饭啦 鸡蛋 鸡蛋 我的鸡蛋吗,你拿来 没有鸡蛋哦 OK 所以我的才能就是这些啦 所以我第一个第一步就是把这个 最爱吃的青色的葱花呢 切碎先 羊肉炒饭不是重要在葱花 重要在鸡蛋 还有这个 还有葱花 爱,我是主厨耶 我放什么就是什么 OK 好 添子 一片就好了啦 被吃在噩噩啦 笑啦一片,炒饭气香而已,OK 你不要下鹽了 你就要放火腿 因为火腿是带鲜味 啊 想跟你讲啊 你是带鲜的这个是 什么 想到我煮给他 怕我做这样的美食 随便来就好 你不是煮给我 你的食物是要对得起中华美食 10个之年 不是对我 OK 你要记得我对你比较好 我可以讲 可是你一旦不要不容易来哦 你不要以你个人口味 要以我的口味来煮 你知道吗 我是跟着中华美食的标准来煮 OK 我老了真的是 假不过哈的 什么都要走进去 我要比食就对了 切完了啦 先拿鲜给我 什么拿给你 猪猪猪 哦 讲我 你好 快一点 快一点 做快一点 压我了啦 不用啦 不用拿水啦 你真的当自己是猪猪啊你不在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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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萌萌豆 下萨人 老猪备用 起锅烧油 所以它大概五分热 OK 五分热 哇 省手呢 不要不用啦 五分热哦 oh shit oh sorry 爆油哦 快点炒 不是应该煮煮炒我下料 不用紧 不用紧 这种比较危险的嘛 煮煮不可以受伤 所以我们的火腿肉呢 差不多煮熟的时候就把这个也上去翻炒 给它的入味 我有预感这个打完就会爆 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水 你有水的啦 快点快点 快点 这种东西 不要噴到我 不要噴到我 OK啦 还好不是很噴 我来 所以炒饭最重要的是隔夜饭啦 隔夜饭的话比较干 要容易炒啦 所以还会粒粒分明 我们再加到那些 你要是要第一次讲四字成语 粒粒分明 不是咧 进步了 做youtube讲酒 很不牙耶 你就这么做 因为是隔夜饭嘛 我们是从冰箱拿出来 所以要给它加热先哦 所以它才会松散 就多一个明具精华帅 所以炒饭一定要这样子压 鸡蛋 鸡蛋 来来来 你们做事情的 鸡蛋 把那个碗给我哦 大概煮它应该是大概热的时候 米饭热的时候就可以把蛋慢慢的倒下去哦 对 就是撒 最难一点哦 不要撒那一块 最后的话就把刚才那个炒的料全部丢下去 那看已经是四模四样了 整个炒饭了 所以可以习惯了 没有咯 蛤 最后 啥 这个错了很香的 哪里有香 哪里有香 那是神的咩 现在不是在煮的咩 现在不是在煮的咯 它已经四季都很轻咯 现在给你下这个叉咯 叉咯 只有你一个人在买盐啦 我跟Nexy的都很爱耶 是啊 OK 出锅 所以呢 我刚刚去check我家里鱼蛋那张纸了 我发现 原来我的家里鱼蛋真是容易到很容易 直接给你们示范一下 到底要怎样煮 这个叫大厨 被我炒到半吃 我自己抽到这样容易 也是我的辣好吗 你自己要抽洋蔥炒饭了 你再给你吃 我抽到好了 就代表我要展示我的实力 看我 下油 下洋蔥 下姜片 下蒜米 翻炒爆香 爆香也不用爆了 我再来啦 翻炒爆香过后呢 就是可以开始下咖哩啦 可是咖哩的话 我的咖哩只有一个选择嘛 所以我不懂这个咖哩粉煮出来香不香啦 可是我也不管啦 放下就对了 放太多了 这都没有完卖了 浪费嘛 所以就开了就下了 哇很多哦咖哩 它煮出来一定是很下的 所以大概翻炒一下呢 就可以下水了 水一滚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下鱼蛋了啦 下鱼蛋 OK好的 好啦好啦一起来 下鱼蛋 鱼蛋在锅里煮十分钟 就可以正式起锅 可以烙起来了啦 因为我看它咖哩的颜色 一定会getget的 成功耶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成功 那煮出这种 可以卖的水准的咖哩鱼丸 浓郁的家里味道完美的融合在Q弹河口的鱼蛋中 所以最难的那个最后一道料理来了啦 所以你看到我这样子拿就是因为我不要打广告嘛 所以嘿嘿我就大概给你的讲就好了啦 醋啊 生抽啊 料酒 最重要的是排骨啦 所以我们剩的分钟就是剩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因为我们用四十分钟就搞顶前面的两样料理了 刚刚我就看了那个纸后面它讲要 最后的时段要炖四十分钟 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煮给它 清它的腥味先啦 去血水 你去血水 哦对哦 所以现在就是放这等它完全就是变白色就是熟了 排骨已经汆烫好了 我不知道叫汆烫嘛 所以咯我们现在就是老鼠帮一边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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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要帮你吗 有 你跟着招牌 是咧 哦我身体是不自觉的 有有我看了留言他讲什么零花籽 有啦他讲我 零花籽 我看到了 我们换了一个不一样的锅 因为炖排骨呢就是尽量要找有这种盖的锅 不一定是要烧锅啦 可是我们就是有一个锅要盖着给它入味罢了 最后一步了咧 就是我们要调它的那个糖醋的那个 炸炸 两勺黑醋 两勺生抽 两勺料酒 两勺糖 加半筋云 加排骨 加排骨 倒水 嗯 水不够 水不够 去拿水啊 不是我 我帮你调酱料咧 下水 一只马 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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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样子 好烫 灌溉炖40分钟 为什么我们又搬进来呢? 你们精神应该就知道 现在下雨 幸好我们把全部食物搬进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台骨也是煮好了 糖 排骨 做完这三道菜 其实我们也是算一点的 没有人要失败啊 因为我们用了两个小时 多一点啊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不然它真的是不能收干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来煮 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道菜是要送去神秘人的 所以神秘人是谁呢? 就是对我们好一向来照顾我们的人 我们一起讲出来 一、二、三 一、二、三 但是我的频道就是扮演妈妈的角色 照顾我们这样啊 为什么忽然间要讲到妈妈这个东西呢? 因为 你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隔天应该就是母亲节 母亲节了 所以 这个给她就是很适合啦 我们频道的妈妈就是NESPO 因为她做头做尾很辛苦的啊 所以我们当然是不会亏待她 所以这菜我觉得她还要做给我们一起吃 其实她坐中间叻 有老板 来 欢迎杰克 OK 耶 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在那边吃 一个美好的中华美食料理 我们先试试看 安定竹的炒饭好不好吃些 这我手都以为 它味道很大 可能我们没有加到酱油的关系 我会越胖一点 你会越胖一点 对 两个字形容 嗯 嗯 不是我自发 味道真的是很口甜 咸 试试做 就很简单啦 不是简单 耶 成本还是失败不了 成功 OK 我只有中东西啦 熬了 一个小时的排骨 我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料理 我们只是跟着后面的方式煮啊 没有想到味道是这样好吃 这个太棒了 其实这道菜不难 套时间 套时间 对 因为它的决定是我们频道游戏以来 煮过最高的一道菜 OK 吃饱了 做了做了 看到这里 是不是大家很多疑问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挑战这个中华料理 因为在管制令当中啊 我朋友介绍了一个游戏 名叫食物语 食物语呢 就是一个手银 所以哇哇哇 我们就突发奇想 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中华料理挑战 所以今天这个挑战就战胜了咯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 从里面拿到这个想法来拍的啦 为什么我要玩这个游戏 因为这样多游戏 我们不喜欢选这个 因为肯定是吃货才会玩的 是不是 然后里面的这个游戏 它的食物都是迷人化的 就是说 每一袋食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游戏 我们不代理抽的那些食物的全部的名字呢 都是来自这个食物语的app的 当然不只是这些菜啦 还有其他的 好像锅包肉啊 炒乌猪啊 都是有在那个app里面啦 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就很多人玩过其他游戏啊 就会抽到一些好像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游戏 可是在这个游戏不会 不管你抽到什么游戏 它都有自己的定位的啦 每一样菜都有它自己的美味 看你会不会欣赏罢了 食物语呢 是采用RPG的方式的 里面每个corrector 都是设置到非常精致细美的 精致到你会怕啊 所以你要多精致呢 你们玩玩看 你们就知道了 全靠它呢 我们在这个管制令期间呢 可以每回的游戏啦 不然的话每天都不懂做什么 所以最近就是 我刚刚定是在玩游戏 也是有一个风险啊 晚上玩的话 哦 千万不要晚上玩啊 你一定肚子饿了 你越玩越饿 可是我玩的这个食物语呢 是中国版的啦 可是它即将推出 新马版咯 所以它的新马版是在 5月27号推出 然后里面有很多 真正的中华食谱料理也在里面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挑战 然后 tag我们啦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去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按那个 link 预言食物语先 现在预定呢 就可以领取本地限定食魂 跟上这瓶肉骨茶啦 在中国的那个食物语里面是没有肉骨茶的 所以很明显 为了马来西亚 它开了多一个食魂 名叫肉骨茶啦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 Bakute呢 我们就早早不订了 这个 link 就是下面预约了 就为了得到这个 Bakute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预约先 然后看我们有没有机会 大家可以一起玩 一起BK 切磋10亿 那当然不只BK啦 可以跟你的食魂们一起去 经营你的餐厅 一起煮菜啦 一起打摇摆 这样子啦 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参加食物语新麻烦 推出的网络综节目啦 哇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节目 所以如果你要支持我们 的话就点下面的link啦 然后点这些link来 support我们 然后你们有机会抽到 那个食物语新麻烦的 周边产品啦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喜欢我们这种料理的影片的话 可以记得把我们订阅 按赞还有分享我们的频道出去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rint�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钻去顺点灭